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2022年1月3号 也是我2022年的第一期节目 那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希望大家过了一个愉快的新年 先回答观众的一个问题 有观众朋友问我说 我上次提到的一个 有两个密歇根的医生 他们是缺少人 那他们讲述了他们在诊所里 接诊打了疫苗之后的患者的一些经历 那他们算是爆料人 那他们说他们成立了一个医疗组织 在密歇根的 其实也扩展到了其他的城市 那是网上的一个看病的一个组织 集合了医务人员 有些没有打疫苗的患者的话 他可能害怕被普通的诊所 强迫打疫苗 因为有一些其他的病症 他可能看其他病 但是很可能医生让你打疫苗 这种情况 那大家都可以去 他们这个网络的中心去找医生 或者是他们可以refer医生 那很多人之后给我留言 问说到底这个网站的名字叫什么 很想知道 以为是前线医生什么的 不是那个组织 我记得他的名字叫great lake什么 后边好像有medical什么的 但是我当时听的时候 因为非常匆忙 然后听完之后 我就找回他的录影带 那重新听 准备记下来他这个名字的时候 就发现他这个录影带 再说后边一部分 就是这个网站的信息 这些的时候就突然变得非常的不清晰了 所以我没有办法拿到这个网站的名字 我只能把这个录影 他在rumble上的这个link 放在这个字顶留言下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 大家也可以再去网上搜索 我昨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搜索 我没有搜索到他说的这个网站 那不管怎么说我会留意 如果我听到任何渠道 有这个诊所或者网站的消息的话 我在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所以很抱歉 这个是一个我的失误造成的 写信给我的这个观众就说 其实我只是想以防万一 那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特别担心 就我目前看到的信息的状况的话 我觉得其实新冠的疫情的话 我个人觉得不会有很大的问题 如果您得了新冠什么的 因为普通您现在如果真的得了新冠 如果病情是很严重的话 Omicron或者很多 其实不是特别严重了 我看大部分都很轻微 但是如果您的病情是特别严重的话 您到医院的话 我看到加州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可能其他地方也是这样 都是用的这个单克隆的一个抗体疗法 再生源的单克隆抗体的疗法 据说是非常有效的 我有朋友的他的太太 就他们当然一家三口都打了疫苗 那他太太还打了这个加强针 他们也得了新冠 他们两个孩子没事 一男一女两个孩子 大概十岁八岁的样子 然后这个男的先生没事 这个男的大概五十出头吧 那女的他太太大概三十多岁 四十岁的样子 那他太太因为他有哮喘嘛 然后他也比较胖 在通常人的标准来说 他是算胖的 个子不高比较胖 但也不是那种巨肥的那种 他的状况就不是很好 所以他进医院了 那医院给他的就是再生源的 这个单克隆的抗体 这是目前为止 我知道加州医院 还有可能其他州 很多医院使用的这个疗法 我看到这个病例来说 都是比较见效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您真的得了新冠 而且症状比较危急的话 您应该去医院就诊 而且最好医院用的是这种药 如果不是的话 那您要提出来 要请医生开再生源的 这个单克隆抗体的这个药 这个也是川普总统 当时得了新冠之后用的 那当时还在试验期 现在已经医院都在使用了 那不管怎么说 我看到最新的消息就是 很多专家也预测说 1月9号的话 美国可能会到一个新冠的高峰 现在新冠的这个确诊的案例特别多 那我看到昨天国防部长奥斯汀 也确诊了阳性 他65岁 那他还打了第三针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第三针还是第几针 根本就是没有效的 那当然福西有建议说 可能要把第三针 作为完全接种的一个标志 他们可能会把第三针 定义为完全接种 不管怎么说 那我身边有很多拥顿疫苗的人 自己也打了第三针 而且非常拥顿疫苗 这个老先生是我的一个朋友 年纪大概70多一点吧 他很担心他的这个健康状况 所以他打了疫苗 然后那他跟我有一次这个辩论 他非常的不高兴 就说就觉得像一些没打疫苗的人 就是对社会构成的危害 他说就是应该强制疫苗 那最近我见到他 那他也改口了 他说我觉得疫苗这个东西 他也觉得没什么用了 因为你看到这么多人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还得了新冠 你就知道这个至少他不能防止传播 或者是防止你得新冠 那至于他是不是能减轻症状 或者是减轻死亡的话 我觉得也不好说 因为CDC的话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错误 我觉得相信他们的人估计也会很少 现在案例是特别多了 但是案例都并不见得就说 大家应该恐惧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那当然您说可以要小心啊 谨慎啊 我觉得那您可以采取自己的措施 但是我个人其实是反而是很高兴 听到有很多案例的 好像我比较变态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案例越多 大家都比较轻微的话 也就意味着其实这就是一个 像有一期视频我做的 这很多科学家认为 为什么奥米克隆是送给人类的 圣诞大礼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大家都免疫了吗 实际上就达到群体免疫了 有的科学家预测就说 整个的疫情可能会在1月20多号 或者是3月份结束 那不管怎么说 有几种说法 那我个人认为说 感染性越强 然后传播性越强 然后这个症状越轻微 也就意味着这个疫情会很快的结束 我认识很多 即使是对疫情很恐怖的朋友 他们其实也觉得 这个疫情在今年初 很可能就会结束了 不管怎么说 我觉得大家不要过于恐慌 那另外其实 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消息 就是以色列又发现了 一个新的病毒了 它是新冠病毒和这个流感病毒的结合体 他们叫它fluorona flu就是流感嘛 那rona就是coronavirus的这个 用了它的这个算是简称吧 这个翻译过来应该叫流感新冠 或者新冠流感 是这么翻译 那它怎么发现的呢 它就是说一个妇女 她去医院生产 因为她有些轻微的症状嘛 那医生一撤了她流感 还撤了她新冠 结果发现两个都是阳性的 所以就把这个病毒叫做新冠流感 或者流感新冠 那不管怎么说 所以这个新冠流感的变种也出现了 我记得之前早在去年的时候 很多人就说 你看冬天要到了 新冠再加上流感 可不得了了什么什么的 实际上你看新冠流感结合体也出现了 那这个妇女 至少在这个妇女的身上是比较轻微的 她正常非常的轻微 她说之所以撤 她是因为要给她做手术要生产 那据以色列的科学家说 她说其实很可能新冠流感这种病毒 很可能很多人都得了 只是大家不知道 如果你很轻微 很多人可能都不去撤的 有的人只是有症状比较严重 或者他觉得怀疑他才去撤的 而且大家去看诊的话 通常只是撤新冠 并没有撤流感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有的人撤新冠流感 一起撤的话 很可能新冠流感结合的这个病体 已经出现了 我认为如果它在以色列出现 它在其他国家也就出现了 也就意味着说 不管是新冠还是流感 还是新冠流感 我觉得大家都应该 以平常心来对它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解 因为流感也好 感冒也好 还是很多病毒也好 在我们生活中 已经存在很多年 我们一直是与它们 生存在一起的 如果大家有一点常识的话 细菌也好 病毒也好 它是跟我们一起生活 在这个地球上的 这个地球不是人类独有的 如果只是有人类的话 那人类可能早就消亡了 如果你身体里没有微生物 你就死掉了 你都没有合适的细菌 去帮助你的肠胃运作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我觉得过度的夸大 这个新冠疫情 并不是一个好事 那当然今天还看到一个采访 就班农采访了一个企业家 这个企业家 六四出头吧 他叫斯蒂文克什 我们这样翻译吧 然后那他是麻省理工的计算机 科学还有工程师 他本身是一个工程师 他是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 然后他最近成立了一个 疫苗安全调查基金会 他之所以成立这个基金会 他自己也说了 他说我是最早打疫苗的 他三月份就打了疫苗 说明他是很相信疫苗的 他相信疫苗打了之后呢 他说他有朋友一家三口都打了疫苗 然后结果去世了 然后他就觉得很震惊 然后他就开始调查这个疫苗的事 就觉得到底疫苗安不安全 然后他又打听了不同的人 发现凡是他听到的消息 都跟美国疾控中心 发布的这个信息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就特别有好奇心 他就去调查 他说我是一个工程师 所以我就要以严谨的态度去调查 他就开始了他自己的调查 然后那他是一个计算机专家嘛 所以他也在调查各种不同的数据 他的数据就是从CDC官方的这个数据来的 他说他调查了官方数据 然后做出了分析之后 他发现他说按他的结论 他说现在死于新冠疫苗的人数 按他的推算应该要在15万之中 那当然就是比CDC公布的要超过10倍 然后他说那当然这是我的推测 但是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是一个科学家 他说那我们做工程学的话 我们就是用这样的例证去推测的嘛 这只是上报的数据 就是他有一个模型他做出来的 他说目前死于疫苗 他说大概就有这么多人 他把它公布到他的网站上了 那他说那照政府的说法 他说那我就宣布了很多的这个不实信息嘛 misinformation 他说我在我的网站上公布了这么多的不实信息 他说那也没有人拿掉我的网站 他说那我也曾经打电话给CDC 因为他就叫板他们 他说还有FDA 他说我打电话给他们的负责人 他提了几个名字 他就说我就请他们接受我的谈话 他说我给他们100万 让他们跟我谈话 关于疫苗的安全性各方面的一个谈话 但是他说没有人敢接招 他说100万白 那是我拿出来的现金 就没有人敢接招 他说那没有人接招的原因 就是他们不想说真话 如果我有这么多不实信息的话 他们为什么不来反驳我 他们完全可以去各大媒体去反驳我说 我说的哪些哪些不正确 他说那我也想当面跟他们澄清这些问题 我也要提问 请他们回答 他们也拒绝了 他说那这就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标志 所以他说他准备在23号 在华盛顿做一个疫苗安全的一个集会 那他说请大家参加他的这个集会 如果您在华盛顿特区的话 那如果您不在的话 您也可以上他的网站去登记 以有更多的人支持他 所以他说那这是我个人做的一个调查 他现在是疫苗安全调查基金会的一个方德 他说我也问过国会的议员 他说那到底会有多少孩子因疫苗出状况 或者是死亡 你们才会罢手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说没有一个国会的议员能够回答我 所以他非常的愤怒 他说这个牵扯到孩子还有我们国家的未来 所以他觉得非常的不可接受 那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相信疫苗人 他还打了疫苗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反对疫苗人不是以所谓 大家眼中的这个 好像不相信科学 不相信疫苗的这些人 这些打了疫苗人 他们也反过来不相信这个疫苗了 就是因为疫苗 他出现了这么多案例 你就根本不可信嘛 那上个星期我记得 皇家加勒比邮轮不是出事了吗 他们船上有几十里案例 最后被两个岛国拒绝停靠 那他们这些上船的 不管是员工也好 还是游客也好 他们是百分之百接种了的 而且那他们上船之前 还是测试的阴性 所以百分之百接种测试阴性 那谁传染的 可不是没有打疫苗的人 传染给他们的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这个疫苗到底有多大的防疫能力 也很难讲 那至少目前的数据显示是这样 那至于说他可以防止你住院 还是可以防止你死亡的话 我不知道他这个成分多大 因为你不可能自己跟自己对比嘛 有的人就说我打了疫苗 所以你看我症状挺轻微的 所以你去打疫苗 那你怎么知道 假设我没打疫苗 我是不是症状也很轻微的呢 这个没有个体的对比 所以没有办法知道 对吧 那我看过打了疫苗 还打了加强 真的我有一个朋友 当然他70多岁 那他就情况很严重 他进了医院 然后医院给他 用战胜员的抗体治疗 他就好了 那他也是打了疫苗 然后克什还说 他说现在据他的调查 全国有150个medical board 就是全国所有的150个医学委员会 都有一个新规定 就是说如果一个医生 要讲关于疫苗的 跟CDC或者是跟FDA 不符合的话 那他们就会被吊销 他的这个行医执照 所以这就相当于 他捏住了你的饭碗 所以他就解释 这个是为什么很多医生 要劝病人要打疫苗的一个原因 他不能说你不打 千万不要打 那这样的话 他的执照马上会被吊销 他是一个60多岁的人 他是相信疫苗的 对不对 但是他做了研究 他觉得他现在不相信疫苗了 然后他说在我有生之年 他说我也是第一次见到美国有这样大规模的审查制度 这样的审查制度却是针对疫苗的讨论的 所以这个疫苗肯定是有严重的问题的 我看班农采访了另外一个这个科学家 他是病毒科学家 他也是这个性死核能核酸技术的这个发明者 可以说是性死核能核酸的科学家 他是病毒科学家 他也是这个性死核能核酸疫苗的这个发明者 可以说是性死核能核酸疫苗之父 他叫罗伯特·马隆 那马隆博士就说 他说现在目前的新冠疫苗比普通的疫苗危险1000倍 他可是性死核酸核酸疫苗之父 那当然目前的话他被推特禁言了 他的账号被推特永久的取消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到 你说要相信科学 为什么一个科学家 一个性死核酸核酸疫苗的发明者 说这个疫苗有问题 这个不是普通人 那为什么这样的科学家的发言都被禁止 而且被推特禁言了 对不对 那我另外还看到一个露营 是印第安娜的一个保险公司的一个CEO 他就说2021年 18到64岁的人群的死亡率 比其他年龄组的要高40% 18到64岁的人群 要不你就是大学生 要不你就是上班的人 64岁 那你可以想见 这一部分人的死亡率 要比其他的人要高出40% 他说高高低低都很正常 他说通常最高可能就是高出10% 他说高出40% 他说这是相当高的一个比例 他说没有办法解释 那当然他说 这很可能是跟新冠 或者跟新冠有关的 然后马龙博士就说 那你可以看到这批人 刚好就是上学或者是要工作的人 这批人比其他年龄段的人死亡率要高 很可能是跟疫苗有关 而不是跟新冠有关 这是他的一个解释 我觉得他这个解释是非常合乎逻辑的 那再比照特时的这个说法 全美国假设按滔的推算 有15万人因这个疫苗而去世的话 那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一个比例 不管怎么说 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告诉给大家 那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这两个人更多的一些报道 这些人你看 一个是知名保险公司的CEO 一个是性质核酸核酸技术支付 还有病毒学家 还有一个是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工程师 还有计算机的专家 那之前也在硅谷 他是从硅谷来的 他也是成功的企业家 他自己也信疫苗的 就是这么一些人在说 疫苗可能会有问题 那不引起你的思考吗 很多人就说 那我看到川普在他集会上说 他也打了第三针 你可以解释一下吗 据我个人的推测 我觉得川普本身是一个性疫苗的人 他觉得疫苗是一个很大的功绩 在他的这个症迹里 确实也是 那但是这个疫苗 最后到底效果怎么样的话 我觉得目前状况来讲 至少不能防止你得病 不能够防止你传播疾病 那至于他是不是真的 减低了你的传播的话 不得而知 这不是减低了你的症状 或者是减低了你的死亡的话 那也还要看更多的数据 那当然川普作为一个 他推动疫苗的人 那他也是一个会听医生建议的人的话 如果医生说你需要打 而且你需要打第三针 他可能就打了 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那当然 就是你信不信疫苗 和要不要执行疫苗强制令 完全是两个概念 我认识很多他信疫苗的人 他觉得疫苗真的是有用的人 他也反对疫苗强制令 因为在一个自由社会的国度的话 你不可以强制人去打疫苗的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各地都有 风起云涌的反抗疫苗强制令 或者是口罩强制令 或者是反对任何这种 暴政行为的一个 抗疫的一个原因 美国作为自由社会的灯塔的话 那我们更不应该 去强制任何人 做任何事 OK 这是今天的一个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您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